啊呀呀呀呀呀呀 yeah 你在講什麼呀 好像我在陪陪這十大天堂與地獄的雙鋪成家紀錄 你還知道哪十個人 tá 在賣店買的店 我們常常都教擇的部分 相簿名可打28301111 經過你十間簿 當然要知道他們創造的布市記錄 第十 輪赤價 全港最貴就是後面這間 銅鑼灣波士庫街 77至83號波士庫大廈地下 NPO 實用年證 達過126呎 在2014年的時候 資本策略就用了1.85億買入 後來因為自由行 虐減 業主應記茶莊為求成交就願意減價 12萬 最終21.73億付出 實用赤價到高達137萬的赤 到現在 依然是全港的赤價鋪王 這間鋪王就向着Times Square在這邊 相比住宅最貴的樓 即使今時今日 山領的 Mount Nicolson 在今年三月份 每赤賣過最多都只是十萬二千元 相比一下 鋪王就是貴過樓王八倍 所以鋪王不單是鋪王 應該是叫做物業之王 論赤價 我相信沒什麼物業 貴得過137萬一尺 即使有 我猜到是一個風水最美的骨灰岩位 這麼小的 記住 鋪價可以過大137萬一尺 第九 港元最貴 最便宜呢 唉 給我一尺眼淚 現在浦市基本上是落後了所有其他物業市場 差過住宅 差過公客 差過商客 差過車位 連骨灰岩位都不如 說起那些 每天都在創新高 但浦市呢 所有的新高都是11 12 13 14年的事 而所有的新低 反而都是這兩三年發生 我做浦市是一尺眼淚 不過 最近已經好快很多了 不要說Energy那些 因為很難比較 今年 如果是最便宜的尺 可以說 是我後面的左頓廠 前身是白鳥酒家 牽涉四層的樓面 總面積 大概2萬尺 在1992年的時候 當成了160間鋪 當時的尺價 已經是兩三萬元 或者普通賣家收購之後 就發過實用面積超低 只有三四成的實用率 向賣方追到之後 買方更清盤買間公司 管理公司都集完 由於欠缺管理 普通賣家就好一點 因為經常積極 在這裏 三樓的九號鋪 建築的積極約70平方赤 在2016年4月份的時候 就估出了10萬元尺價 只得到1429元 現業主是在92年用70萬 賣入 拿了24年 就足足蝕了8成6 這裏 沒傷了 焗焗焗了 撿一下撿一下 撿一下 撿一間地產舖是地舖 相比 同一時間即使是最佳市 被以為有可能是最便宜的市民旅 在大嶼山的程碧村 在2016年5月份的時候 就賣了170萬 建築年齡610元尺計 尺價都要2764元 最佳市的住宅 比起這麼中心位置 就是佐頓廣場 一舖 同一時的住宅 都貴這裏 尺價近一倍 是人舌家宴 當年都在這裏 用了254萬 買了兩間部 賺了18年 在2010年的時候 就用276000元 賣給賽段 撕了九成 到現在你看看 依然都是刺激 副手電梯也不用動了 記住 近年的舖家最便宜 只有1429元尺 第八 說完買賣成家 現在就說說租務 全港最貴赤租的舖家 就是我後面這間 銅鑼灣 景龍街 銅鑼黑道 黃金救護 這間的召喚店 景龍街2號 這間的迷你店 建築面積只有50呎 實用面積30呎 在2014年4月逐租的時候 租金為26萬 實用7價為8667元 雖然除了自由行的減少 2017年5月逐租的時候 租金下跌了近一半 到138000元 憑著每呎每月 現在4600元的租值 都是香港的租值舖王 記住 鋪與租 7價是可以高達8667元 第七 說完赤租王 現在就說整間舖租器 哪間最貴 就是後面這間 銅鑼灣炸店街5至19號 驚華中心 地庫地下1至4樓 共6層的巨舖 總面積51,188平方呎 當時由Forever 21 在2011年成租 成為全港市場最貴的單一租值 月租高達1378萬 可惜Forever 21 這個品牌就在2017年撤出 現在由Vertoria Secret 直接用了一半的租金 就做了700萬 相比住宅單位 找回資料 在2012年5月的時候 西冠山就叫天匯的頂層複式單位 就用了天價月租 125萬租出 以實用面積5732平方呎計 呎租高達218元 相比最貴的鋪王 每呎8667元 鋪王 貴樓王足足40倍 整間的租值都相差10倍 所以做得鋪王的話 都可以算是所有物業之王 記住不要只顧望女生 最貴的鋪的月租 可以高達1878萬 第六 講起家租最朗 可以數到2021年自由行好景的時候 就是銅鑼灣羅素街58號 和波斯庫街大單變 建築面積地下700呎 加上一樓1100呎 太子鐘標珠寶 以月租250萬逐租 比起舊租金80萬 租金就要急升 續續超過兩倍 即是213% 當時的業主是自由行的 多浪 就是樓 哪有加租這麼浪 記住舖租一加 可以加你213% 第五 升得急 當然也跌得金 香港史上減租最多的個案 就在我後面這裏 印平道17至19號 和白沙道的大單邊這個位置 建築面積1471呎 在2013年 以月租170萬 就租了給名標IWC 可惜IWC 約滿之後就減租至60萬 再租給英國家庭電器品牌Dyson 可惜Dyson就沒有辦法打通12樓 就決定放棄租用 在2017年8月 就再租給一個魏諾 40萬租金 足足有高位跌了7成6 亦都相信是香港單一減租的紀錄 還未遷完 即使減租不夠半年 那個魏諾又倒閉 現在就租了給Initial 希望他頂得住 記住舖租最多可以減76% 第四 鋪市歷來的單一成隔 的一間鋪是最貴多少錢 可以數到2012年6月份 內地投資者樓均就用了11.4億 買了後面這間 博士庫街108至120 的保榮大廈地下AB鋪 和12樓 即是全障居的舊資 總樓面面積是2.5萬平方尺 是那時候 到今天為止 最大單單一鋪的成交 當時原業主 就只是早三年 即是2009年7月份 就用3.07億買入 三年間就升值了三倍 還要是膠吉地買 那樓均是否入市入貴了呢 我也是問我 他買了這間鋪漂亮不漂亮 我說很簡單 你賣出去有錢賺的 不就漂亮 買出去蝕本的 不就差鋪 劉均這間鋪漂亮不漂亮 弱點了 記住 最大單單一成交是11.42億 第三 香港鋪市有市以來 蝕本得最多是哪間鋪呢 當然又是劉均 是波士富街這間鋪 他在2012年 用11.4億賣了之後 就刺了一整年 到2013年底 終於找到 鮮絲百貨來進鋪 就要月租190萬 租了大部分的樓面 到2016年 逐租的時候 就減租了2成150萬 被鮮絲逐租到現在 當時地下的AB鋪 就長期租不出 到2014年底 劉均就劈價五成 以2.1億 就賣了AB鋪 給阿華岸的鄧清河 劉均在2017年2月 就用4.6百億 購買樓上的鮮絲位 給了半瓦克鏡熱 前盒合共奉獻了6.7百億 比2012年 買入價11.4億 未計手續費 在五年間 就足足虧了4.64億 即是蝕本超過四成 相信是至今香港市場 蝕本得最多的商店成交 宏安買得的 當然是用自己品牌 為元堂自用 老實說 買得這麼漂亮位置的投資者 實力一般都是很強 有頭有臉 朋友多 即使蝕本離場 都不會這麼高調的 沽貨很餓 通常都是靜雞雞 公司股份轉讓 沒人知道就算數了 不過 如果不是本地投資者 沒那麼多朋友 我相信就沒所謂 記住鋪 最大單單一蝕本 是4.64億 第二 說完蝕得最金 不如說說升得最多 就是我後面這間 全港有史以來 升得最多倍的鋪 地址就是波斯富街76號 地鋪和羅素街交界 本來是RATTLE 現在就是FOLYFOLY 原業主在1966年 就用5萬元買入 在2021年1月 就用3.8億 估給英王 45年間就升值了7600倍 是香港鋪街的紀錄 應該也是香港所有物業中的紀錄 建築面積只有600呎 車價63萬 買入的時候 租金就是每個月64萬 回報2.0厘 之後 2014年3月就加租1.8倍 去到179萬 隨著自由大幅上減 RATTLE在2015年12月就遷出 FOLYFOLY就進駐 最新的租金只有90萬 赤租由2983元 減至1500元 鋪市升過1000倍很平常 但升成7600倍 依然都是香港紀錄 樓的話 最多不是一般升值幾百倍 後面這間 銅鑼灣蜜地神街 16號 71樓上 一個一樓單位 在2017年1月份 因為發展商收購 就用了3600萬買入 原業主在70年的時候 只用了37000元買入 46年間就升值了972倍 犯差犯有報道的紀錄 這一單算做樓 升得最多一倍 如果你在1960年代 買入香港第一個 大型的私人牧院 即是尾夫新村 第一手拿到現在 拿了50年 都只是升值了大約 二、三百倍 所以鋪王的升值 潛力 遠遠比柳王 記住鋪 最多可以升7600倍 第一 上帝要你滅亡 必先令你瘋狂 升得多 當然是跌得中金 賣樓一般最多 不是涉及四 直至97年最高峰的時候 買入到03年 沙士的時候 估出就虧七成了 但是買一部 虧得中金 你以為我上面說的 佐敦廣場虧得多 未算 我後面這個 佔殺罪金馬輪到首都廣場 中金 在這裏 一樓 F148號號 整個面積80呎 這裏前身是DNA 在2013年 由湯腸大王 找趴血 出了700間鋪 推出首兩年的5厘 保證每部 昨天還有一批第一次買布的買家 原業主 有一個就是在2014年的售 用了827.2萬第一手買入 由於這裏 欠缺推廣 管理又不善 輪為了一個死場 那個業主就是在2017年5月 用70萬顧販出去 你計手續費 帳面就足足虧了 91.26% Ouch 這個還不算是香港紀錄 只是排第二 第一 應該是在後面這裏 荃灣 大河島近路德維 的地王廣場 前身是登法大廈的商場 本身是幾間大型的食肆和補紮車 在2012年的時候 又是湯腸大王 找趴血 看著250間鋪 又是首兩年的5厘 保證回報 我的湯腸最終都是輪圍死場 在2017年7月份 地王廣場裏 二樓二三八補舖 結束面積84車 實用面積42車 原業住的時候 有400萬元 4000元 賣入遲貨5年 就用30萬元 哇 驚蝕92.5% 被收到廣場 蝕那間鋪 還蝕多1% 這才是香港鋪市蝕本的紀錄 我相信也是香港所有物業 裡面的蝕本紀錄 我也是問我 為什麼蝕那麼多都要買呢 你要明白 商場鋪即使你租不出 每個月都要給冷氣和管理費 然後拆在地租每間鋪 平均每個月都要給一千多元 一方面 你租不出的話 可以每個月繼續貼貼貼千多元 或者一次過就受30萬暫攬算數 你可以等 但是回望 左頓廣場那裡 一鋪起來 就一至今 鋪續26年了 你會選擇 每個月繼續給一千多元 不要錯的 比足26年 還是一次過30萬 認輸 寧場就算數 那你自己計算數吧 幸好 在2018年2月份 又有叫李謹慶的咬市棍 就聯同一班業主 一起唱歌跳舞 希望聯合力量 每天早上 搞反往的場 現在100%出租了 想在這裏租一間店 可以打給 Olive Rock 電話是 56408020 快打電話來吧 哈哈哈哈 你還有沒有分入場 30萬想在這裏買一間店 Histray 現在 起碼店價倍數 上升了 但最後 記住 最多 可以賺92.5% 那聽多一次 藍和鸟在這裏說什麼 好 每次高度137萬 低至1429 歸至每月1378萬 每次要1667萬 租金升213% 但跌就76% 最大單是1.5億 蝕就4.6億 升可以7600倍 但跌就92.5% 我真的可以跌 我可以地獄啊 現在聽得明白 好 上天頭 明落地獄 是李謹慶 是李謹慶